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學習筆記 我是阿牛哥 我是剛才小事的林柏勳 今天看到林柏勳是不是要講公車啦 今天要來講另外一個 公仔 那為什麼會講公仔啊 應該是不是被占翻了 所以你就出來澄清一下 陳盟各位的厚愛 對 因為其實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他的背景 因為不會節目一集一集看嘛 其實他是從事政治工作 挺久的了啦 然後之前有參選過 然後落選了嘛 其實林柏勳他是政治從業人員啦 那因為以前的一些經歷 可以從不是一般人民的角度 去看這個專案報告 因為專案報告通常是 府方比較尋銷自己的話語 呈現出來的影片 如果只看到這邊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去了解這個議題 更深入的一些細節 那是有點可惜的 那柏勳是不是有什麼可以幫我們補充的 因為這一次的爭議 就是因為社宅的住金過高 導致這個議會的全體的議員 一致的要求柯文哲來到議會做報告 今天大家才看得到這樣子的報告 要不然其實原本市長就只是在媒體上處理一下 就可以讓這件事情過去了 那各位呢 為了要達到資訊的公平性和透明 就是15分鐘看完之後 一定要去看這個議員 怎麼樣去挑戰柯市長 他說報告裡面的內容 怎麼去攻擊這個議員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六都裡面說實在的 我們台北市的成績是最好的 是最棒的 台北市走在我們一個 台灣的最前面這樣 對 公宅的最前面 台北市的這個公宅的分配的公平爭議 一旦健全了 嗯嗯嗯嗯 其他縣市當然可以用我們台北市的制度 去走嘛 對對對 欸我們台北市有個東西已經在輸出了 是什麼 就是我們台北捷運 是是 我們是不是捷運現在也在台中在蓋啊 對不對 其他縣市也都是來我們台北市的捷運來取金嘛 用這樣的觀念和角度來看 其實台北市公宅的制度健全真的是非常重要 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好像特別關注台北市的公宅 沒有問題啊 因為他本來就是蓋最多 那也是 我看到他分配的公平爭議上好像有點缺失 所以才特別來跟各位做這樣子的報告 嗯嗯嗯 好那接下來我們節目就開始了對不對 那首先我們第一題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討論 就是為什麼台北市納稅的人的錢 要讓外縣市的人來抽呢 那抽籤的比例還要公平 我覺得這樣反而不是很公平啊 我們台北市民繳的錢 為什麼外縣市民要來拿我們的資源啊 這個是一個國家的政策哦 我們講的居住正義 並不是一個特別單一縣市的居住正義 在我國的中央法規 其實我們的公共住宅呢 本來呢就要撥一定的比例呢 給予外縣市的人民做居住 對啊要不然我們其實其實在台北市工作 我們就我們就想像一下 我們一定很多朋友是來自於可能台南高雄的 嗯那這些人來台北要幹嘛 他們一定要租房子啊 嗯要找房東要看房要搬家 這個過程哦相信各位一定都感同身受 真的是不簡單 而且又很辛苦的 這些呢是真正呢飄洋過海 沒有那麼遠反正就是北漂啦 北漂在台北討生活打拼的人 他們是真正有需求的人 嗯那我自己之前呢一直在argue就是說 這些是真正有租屋需求的人 應該讓他們來住 可是反而呢是這些人 他們的中間比率最低 那誰誰最高呢 就是住在這個建案對面的 而且又擁有房地產的這些人 那可是這樣講好了 因為還是沒有解決到 剛剛納稅員的問題啊 我台北市民繳的錢 為什麼要給外縣市人比例比較高呢 應該台北市民比較高沒有問題啊 我覺得這件事情哦 不能夠說 用付的錢的多和少 來做一個評斷 因為呢我用一張圖給各位破解一下 來來來 我們講說哦 我是台北市民 對 我付了納稅錢 對 那為什麼我要給外縣市來住 不好意思哦 我連台北市我都住不到 來看看 這個是東明社會住宅的圖 這個區區就是台北市 這個台北市的人呢 中籤率只有6.32 反而是這一塊 南港區 然後這是東明里 嗯 反而是這一塊 他的中籤率是24.46 有 請問台北市這些人沒有繳稅嗎 有啊 那為什麼他們要差這麼多 嗯還蠻好多 對不對 而且 這個建案就蓋在這 請問你有什麼需求 有那麼急需需求 你的急需需求 比這些外縣市的人 0.68還來得多 嗯真的差太多 那這些0.68呢 雖然是嘉義高雄台南來的人 但是他們是有出示 有出示在台北工作就學的證明啊 他們的 中籤率如此之低 然後你要跟我講公平正義 這件事情呢 為什麼要特別補充 因為這個在 柯文哲的15分鐘裡面 沒有講到 所以我今天來這邊 跟各位做補充 東明社會住宅 什麼時候發生的 東明社會住宅是 2019年10月30號抽籤 監察院的糾正呢 在2018年的年底 就已經提出來了 台北市依然顧我 I don't care 而且最近的 東明社會住宅 也是一樣 有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敦慶莫靈戶 持續的存在 這個加籤的 狀況持續存在 這邊的人 他可以放兩支籤 他的中籤率就是雙倍 對啊 所以你要跟我說 台北市的人 也有繳稅啊 不好意思哦 我還是歧視你 整理一下 不論如何 只要蓋公宅 基本上 大家都是贊成的 而且也肯定 柯市長非常非常努力 但是其實 更重要的問題是分配 最重要的是分配啊 就像大家都賺了很多錢 可是 我們就是賺分配不到錢啊 這樣子 所以 其實我們這集在討論的是 如何分配的這個問題 如何分配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怎麼蓋當然很重要 但是怎麼分配就是更重要的 對 那我這邊 因為很多朋友其實說 哎呀 很想了解 其他縣市的 我這邊也準備一些資料 來到牛哥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 108年 這個內政部的 敦青木林戶的資料 嗯 那台北市呢 它是有30%的戶數保留比率 然後呢 新北市只有5% 桃園市的合宜住宅是20% 台中市是10% 內政部營建署的這個四大運 原本是給選手住改工宅的 只有5%啊 嗯 誰最高 台北市30%最高啊 我拿30%的戶數 拿來請客請抽菸這種 沒有照顧到真正有需求 這些北漂學子的抽籤的機率 戶數又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符合公平爭議 那也是這個專案報告在15分鐘裡面 沒有提到的事情 所以特別在這邊提出呢 來給各位做一個補充 嗯 對對對 欸那今天差不多就到這邊為止啦 因為我們繼續講下去 這個議題真的是太大了 對啊很大 如果真的很有興趣對不對 我們可以一提一提的跟你討論 但是要來我們1月11號的直播 不然後 1月18啦 對對對 1月18 不然的話我們可能會講到瘋掉啦 真的是 對對對對 警記也會剪到瘋掉 真的 感謝大家啦 1月18號我們到時候見 正是因為你是榜樣 然後你又是一個我們國家未來的 潛在的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那我們當然要讓柯文哲更好啊 不過你緊尊喔 我不會再罵喔 哈哈哈哈 對不對 不能這樣子嘛 那今天不管我們的 政治領導人 不論是總統 是市長 那你跟我說 我不能罵 請你告訴我一個適當的理由 請你告訴我 對不對 我們只是要讓這個社會 這個分配 這個公平正義更符合 真正的實際的需求 而不是這種 都發局 要去跟地方做溝通的 去做說明我的建案 我的公宅 我未來怎麼規劃 應該去做溝通的 你不做溝通你幹嘛 你拿錢砸他 你拿不公平的戶數去砸他 你用一個違反監察院公平正義的原則的敦親莫靈戶去砸他 被監察院檢討了 還依然顧我 到現在還沒有改變 這我覺得是說不過去啦 對啦 真的覺得這樣很母湯 所以今天才跳出來 把這件事情沒有被廣為討論的事情 特別提出來讓大家知道 這件事情確實存在 存在在台北市 那也存在其他縣市只是比例沒有這麼嚴重 對以上的訊息 真的就是謝謝大家 這麼 這幾天以來就是一直不斷的指教啦 對阿 就是有的時候半夜兩三點 還要接受到 各位高手的出招 真的是覺得 你們真的很棒 也讓我成長很多啦 真的真的是沒有在酸 就是真的覺得成長很多 那簡單佔領這些資訊 因為我本來以為大家都知道這些基礎資訊 所以今天就特別把剛剛這些資訊 來補充一下 來補充 然後下面有看到有些補充的這些連結文件 大家可以連出去 可以看一下 對 到底我是不是亂講話 感謝大家 對 這個阿牛哥的頻道真的是 講話要有所本的 對阿 這個位子不是這麼好坐的有沒有 對不對 OK 謝謝啦 謝謝謝謝 掰掰 掰掰